一塊又一塊的牛肉 光是看就讓人口水直流 國民小吃 牛肉麵也是不少淘客最愛 但沒有想到 因為開放萊豬進口爭議 意外遭到農委會主委點名 全部的豬跟牛 都要有所謂的 萊克多巴胺的零檢出 那我想不只牛百款 那牛肉麵店呢 原來針對部分縣市政府 自訂自制條例 規定萊豬零檢出 傳奇眾28號在立院回應 竟說三分之二的牛排店 都要關門 隔一天再度出席經濟聯席會 連牛肉麵店都脫下水 我們已經鎖國又沒有開放 所以現在做生意的 各行各業都很辛苦 希望就是 做一些比較正面的東西 不要講一些東西太鞭魄 然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我們只有 我不用美牛就好了 我用澳洲的又沒有關係 牛肉麵店業者無奈 表示店裡的牛肉 從以前到現在 用的都是澳洲牛 根本沒用過美牛 不懂為什麼會被點禮 農委會主委不去針對 這個國人最有疑慮的部分去回答 反而去指控一個 在沒有科學數據之下的狀況 去說台北的牛排館應該要關門 其實台北市是覺得非常非議所思 我不懂經貿 可是我懂醫學 你懂醫學 那陳吉仲懂什麼 政治 陳吉仲的說法讓客屁忍不住大孫 陳吉仲真的懂政治 還說把老百姓當白痴 不過為了要推行萊豬進口 牛肉麵店 牛排館業者無辜中槍 也感嘆生意夠難做了 政府還要扯後腿 真的很無奈 吉仲阿公亞曼外産 ICNG小組 台北採訪我都